北斗的河濱公園呢 在九月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美人樹的開花季 永靖的這個北斗肉園的做法 是不是有跟我們百年老店的做法是類似的 永靖這間北斗肉園很好吃耶 配料你選一下 加芳香跟紅豆 欸?在這? 他自己是要去買肉園嗎? 對啊這個永靖這有名的北斗肉園 那不是北斗肉園就是要去北斗肉園吃嗎? 對啊北斗肉園可以去北斗吃對不對 因為我也不知道永靖的北斗肉園 到底吃起來是不是正統 還是我們帶去北斗比較一下好不好 好那走走走我去拿我去拿 好走走走 欸我要一份肉園 外帶進去用 欸外帶 外帶齁 我聽說那個 廠化的肉園 寄到那個 比較瘦了 對比較瘦嘛 嗯比較瘦了 但 我們彰化的肉園跟北斗肉園的做法才能夠做 彰化的肉園是用我喔 可以這樣 穿蝶子用大的 圓圓的啦 圓圓的啦 圓圓的 那我們的 我們北斗肉圓是用這樣 半圓圓的啦 半圓圓的 對啊 哦 了解了解 我們現在已經人在北斗的肉圓圓圓 這個是百年老店對不對 沒錯 對然後我們剛剛已經快速的已經點好了 因為我們話不多說 這一碗是 肉圓圓圓 本店的北斗肉圓 這一碗是我們從 永靜 買怪的北斗肉圓 那 譬如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到底 北斗肉圓跟我們一般吃的 彰化肉圓 有哪裡不一樣 其實兩個肉圓都是先蒸過再炸過 但是 彰化的肉圓的話內餡會有 翔豬啊 跟腳肉混在一起 那 北斗肉圓的話就是 樹脂跟腳肉是主要的材料 對 內餡也不一樣 對 內餡跟外觀都一樣 那北斗肉圓的外觀是 有點像半圓形的 然後丟直盒的痕跡 因為它是用手這樣挖在去 那 譬如可不一樣可以半圓形的 因為它是用一個 對 譬如可肉圓都是這樣子 然後一個肉圓 扛在一起 對不對 一個圓 真的耶 光是外型都不一樣 對 外觀跟內餡都不一樣 那因為我們現在 今天的這個功課呢 是要來看一下 永靜的這個北斗肉圓的做法 是不是有跟我們 有沒有還原 百年老店的做法是類似的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好 我先吃永靜的啦 對不對 我是永靜共好協會 對 好 好 來 滿好吃的啊 有 有到內餡嗎 有 已經是筍子耶 嗯 永靜這間北斗肉圓很好吃耶 我沒有裂配喔 因為其實我是第一次吃啊 蛤 嗯 不錯不錯 而且他的醬料很好吃 那我來吃吃看這個 好 那這一碗就是 北斗肉圓生 順子 肉 對不對 而且還有一個種子就是香菜 香菜 香菜 喔 北斗肉圓一定有香菜 對 喔 OK 是嗎 不太一定 喔 北斗 北斗種香菜 對 北斗種香菜 香菜是北斗產的 OK 在地的吃產 看聲音多好 超熱鬧的 好啊 那我來吃吃看 正宏的北斗肉圓 光是這個叉子 叉下去的感覺就是一樣的 對 兩盒的皮咬起來是一樣的 都是很Q 有很明顯的 最近百年老店的筍子味很重 對 然後永靜的吃起來是比較甜的 這邊加碼 介紹一下這個 辣椒醬 我們猜猜這個 辣椒醬的產地是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有型 永靜 彰化縣 永靜香 五福村 這是我們永靜在地的西岩醬牛工廠 所出的這個辣味的醬 網友留言說 永靜這一家出的辣味醬也非常的夠味 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個北斗的百年肉圓老店呢 就特別用了我們永靜的辣醬 好 所以來的話可以吃吃看 我們現在就要加了 加起來 加起來 好啦 那我們就吃起來囉 吃吧 乾杯 你爸 超飽的 北斗 欸 北斗你說你常在北斗 對 那如果北斗吃飽要去山脈看看 還是要問那個啊 問張蒂瓶 好啊 不然來找張蒂瓶問一下 欸 那個你看得很怪耶 很鬼鬼祟祟祟祟的 好像是認識的人 還是要問他一下 還是要問他一下 好好問一下 問一下 光金哥 欸 你怎麼在這裡 你怎麼在這裡 我們剛吃完肉圓過來 喔 是你來報道的 報道的 你來先不先跟我說一下 你怎麼在拜拜 對啊 對啊 就定案公就是北斗地方很重要的信仰中心 那 我們在地人 還是說 呃 外地的遊子啊 還是說 欸 來的觀光客 其實都很多人都會到這邊來拜拜 喔 而且看現在剛好有榮歷七月啦 對啦 七月都會來拜 平常也都有很多很多幸福啊 或是 呃 在地的民眾都會來這邊拜拜 大獎嗎 必然 對對對 哦 我們說這就是 以前的這麼大活動 哦 對對對 對 啊你拜完等一下有事嗎 沒有啊 就我就是出來拜拜 啊然後待會大概就 街上買個東西我就回家了 哦 沒有 因為我們剛好在這邊 講完肉玩 哦 想要去散步 啊可是不知道要去哪裡散步 啊那你問我就對了 對啊 想說我看到你啊 哈哈哈 在地引路人 然後 然後如果要逛的話 像 電案公前面這個舊街區 其實他也很有意思 這個舊街區 他其實像跟一般商業的那種街區不一樣 嗯 他不是那種觀光型的老街 是生活型的老街 所以 裡面有什麼 這個百年的雜貨店啊 中坊 老巨店 跟百年的禮髮店 也都可以去看一看 這也是電案公 然後往我們後面 過中華路那邊的話 那邊有個叫做 呃 北斗俊首官社 那他目前也是一個歷史建築 所以在那邊的話 呃 那個空間裡面就是很完整的這個歷史空間 他是可以開放的 對開放的 所以 一般只要開館的時間都可以去參觀 另外一個我覺得 一個來北斗 呃 街區的話 另外一個確確鑽就是北斗的紅磚市場 你在這旁邊嗎 在附近而已 其實這樣走路過去大概三分鐘就行 你們待會兒趕時間嗎 不趕時間 我們在找甜點可以吃的地方 太好了 為什麼 那邊有一家 呃 豆花店 基本豆花店 呃 豆花店當然市面上也蠻多 但是那家豆花店很特別 他們的豆花還是用台灣自產的 國產黃豆去做的 哎唷 那這個黃豆到底是誰種的啊 這樣是你種的 那這樣子的話 那等一下 那個 豆花店在附近對不對 對 在附近 黃磚市場 那等一下官方可以陪我們走過去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帶你們過去 待會去你會覺得很特別 你今天買年市場來店 他沒有招牌 他們沒有什麼燈光 五光磁色 可是 欸確確有群眾 欸就是 慢慢的 就是透過 這些行動 跟小蕙來自行 欸看到紅磚了 這市場到了 到了到了 真的有紅磚 這是一個百年的建築 嘿 欸那像我們要留好啊 哦走走走 其實這個空間是 呃 工作的空間 哦 那因為 我們的活動 就這樣帶他們來 我們的這個 豆花店來做一些使用 哦這邊就是豆花店 對這邊就是豆花店 然後 呃 大家可以 待會 你可以 待會 你可以看到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 是地方的青年 跟地方的團隊 一起在這個歷史建物裡面 嗯 因為我們有了這個四個攤位 然後就透過一點這個木座的設計 把兩邊的攤位把它融合在一起 你就想說如果 欸我們把青年 要返鄉這個力量 還有我們對於 人體也其實學在推動台灣的黃豆 嗯 把這樣的想法一起在這個空間裡面做發揮 大家來到這裡可以看得到漂亮的建築物 嗯 也可以吃到台灣很棒的這個黃豆食物 玩得太棒 哦 台灣自己產的 對 從產地到餐桌 對 嗨老闆你好 嗨 對 那豆花的部分呢 我們有分兩種 嗯 就是主要有兩大類 一種是以糖水當基底 就是傳統的 傳統豆花 對 那另外一種呢就是把糖水的基底換掉 變成無糖的豆漿 哦 就是比較適合 比如說 不能吃太多糖的人 是是是 那 你要先選哪一個豆花 你要吃哪一個 糖水的 糖水的 那那個配料你選一下 要 花生跟紅豆 花生跟紅豆 紅豆 那我就豆漿的 然後我就 花生跟綠豆 花生跟綠豆 綠豆 對對對 好好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旁邊吃嘛對不對 好 好 謝謝老闆 謝謝 老闆你聽說你也是那個返鄉青年對不對 對對對 那你怎麼會想說要回來北斗這個地方 呃我其實跟光天哥一樣 我是在地的綠豆人 是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爸媽就是住北斗 我們 哦 從小就從北斗長大 是 那就求學過程就是一直王廢 從都市返鄉到自己的家鄉鄉村的時候 那個生活的感想最大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最大的差別我覺得在兩個字就是曼谷 曼谷 哦 因為都市的步調真的快很多 好不好那我來吃一口 來吃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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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哇 我來吃一下 OK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这边拍这个结尾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大家有没有看到背后有这个花 美人树 美人树 没错 我们这边北斗的河滨公园呢 在九月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美人树的开花季 然后整条都会像这样子 是这个 盛开的样子 对 桃红色的花啦 所以九月的时候天气比较凉了 大家想散步的话可以在这个 北斗的河滨公园这边散散步 嗯 运动一下 很舒服这样子 好不好 然后这就是我们步进走的第六集啦 那我们就是从泳进夹霸丸 夹到飞斗来 我们讲了飞斗嘛 不是讲飞斗 飞斗 飞斗 好不好 那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 就帮我们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 支持一下我们南充滑的地方创生 好不好 OK 那这一集就这样子咯 拜拜 我怪的影片很奇怪 放你转场 3 2 1 有咯 诶 怎么飘过去了 哪里 在那边 2 5 1 三